在烦恼的时候 要经常想一想 这个烦恼一个月之后可能就没有了 我们年轻时候 很多的烦恼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 要经常想一想 这个烦恼不是事实 只是暂时的 烦恼会变成无有 在烦恼的时候 要想到人生如梦 就像我们做梦一样 其实台长告诉大家 人的一生就犹如设上天空的一个弓箭一样 它没有终结的 到了一定的地方 它就会掉下来 所以我们一生空芒 想一想终无所得 所以我们想一想 我们的父母亲 为我们一辈子 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 离开我们 我们也是这样 在人间什么都得不到 最后又离开了我们的亲人 所以希望大家 把学博人无欲无求 心自保 正信正念 求佛道